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王虎就問嚴座究竟是什麼妙計呢? 嚴座就說,是離間之計 嚴某知道周應有一個弟弟叫周如善 此人貪財好色,好高無遠 他見周應無能早就已經有散畏之心了 現在你可以派一個能言善變之事 秘密趕赴敏玉求見周如善賜以重金 假以天子的名義給他做敏玉王 周如善必然貪戀,肯定會設計殺他大佬 這樣一來就可以不費一刀一槍 周應的首級自然就是將軍來的 王虎很歡喜,他當日起兵直達南越 但是就不出戰著,他一面派了個心腹潛入敏玉軍中 依照嚴助之計實施 而另一面,又命令梵陽令唐蒙知會南越王照護 叫他不要太過心急,來心等待,自有破敵之賊 說回敏玉王周應 他見漢兵殺到自己兩面受敵進退兩難 只能夠巨手關菜和南越以及漢兵對峙 周應的弟弟周如善 就像嚴助所說的那樣,根本我看不起這個大佬 覺得他沒有本事,就是因為他是長子的孫 所以就做了大王 自己又是周家之後,為何我就不能做到大王 講本事,他未有時及不自己 但是就每次都對自己指手畫腳 那段戲早就已經搓到行 常常是想撲對機會搶奪王位 這次攻打南越,自己得了頭功 那就更加是目凶一切,鬆無鬆降 現在,因為漢兵殺到 周應就召集仲長官商議對策 周如善就說 為今之計,多半套而廢 一定要分兵一路攔截漢兵 另一路就由我率領,席取南越都城 活足南越王照護 只要南越一忙,漢兵還去救誰? 自然就不戰而退了 軍師劉虎就說 不行,不行,現在我軍兩面受敵 萬萬不可輕舉妄動 周如善又說 現在漢軍按兵不動,必定另有陰謀 如果不盡早攻入南越老巢 看法到時,我們都要變成漢兵的刀嚇鬼了 漢兵不動,大有陰謀啊 必定是分兵攻我東野 東野如果失守,我們就全部都沒有立足之地了 為今之計,還要盡早撤兵 回首東野只為上策啊 周映這時就說 還是軍師言之有理 你們誰有軍師這麼高的本事啊 眾長官,不得再言南進啊 一切都要聽從軍師的號令 周如善被他大佬周映當著大家的面子這樣說 真是激到他頭殼頂飆煙啊 他回到自己的形象,還是周身不睡 軍師再來煲 說捉住了一個漢軍的奸細,要見將軍是這樣 周如善還是火車眼地說 吳基,砍掉他 但是轉頭想,又命人壓來見自己了 只見那個漢人來到營帳,行了個禮話 在下,來投降民喻,自有立功之賊 軍機大使,閒人當備啊 那麼周如善呢,就馬上秉退左右 那個漢人這樣才出現了皇夫的書信 那麼自然呢,不少得到的就是阿如奉承啊 挑撥離間這些東西 另外呢,就是曉裕大義 殺周映,投降大漢 從上加厚次,天子瘋狂等等等等 周如善看錯,怕著有詐 他突然大開聲 好大膽,竟敢來挑撥我兄弟之情 人類,拉出去,斬! 誰不知那個漢人被人好像扎了,扎到實實 怕都不怕,反而嚇一嚇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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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恨,可惜啊! 嗯?你來挑撥離間,被我釋破 死到臨頭,還有什麼可恨可惜啊? 我恨大漢天子不惜天下英雄 當了你這樣的漁夫為俠士 哼,要殺就殺,有得多言 周如善看見這個漢人真是面不改色的 於是他這樣才秉退左右 親自為他鬆開綁繩,然後說 好漢,天子既然想封我為敏月王 可有名詔呢! 那個漢人從頭髮裡頭拿了一封假詔柱出來 裝曬地說,軍機不可洩漏啊! 請周將軍跪接聖子 周如善接過假詔書 看完之後好歡喜啊! 秘密留下這個漢人於軍營之中 齊齊商量異舉之事啊! 周如善既然得到天子的許諾 要做敏月之王啊! 自然要設計殺了大哥周瑩 正因為周如善祖已經有了造反之心了 所以他平時就已經很注意培養自己的勢力了 現在,他馬上召集周曆,周上來苦中商議了 他說,現在,漢將王妃所率領的五萬人馬陳兵關下 還有如是大夫韓安國已經跟水路殺登東野 我小小一個敏月之地,又怎會是大漢的敵手啊! 我王周瑩不用我等良謀聽了漢奸流區的殘言 最重要的是,這個九頭軍師流區是漢人 他現在看到漢人世大了,已經有心歸韓大漢 他暗中勾結漢兵,出賣我等 我們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另謀生羅那麽好過啦! 周上就說,我等同將軍是生死之交 但聽將軍之命萬死不辭啊! 周力亦都說,嘿嘿,兄長足智多謀,你說怎樣就怎樣啦! 周如善又說,我等今日,當無死勸大王投降 如果他固執地見,那我們就馬上殺王謝罕! 他們三個人商議好了,就馬上對眾軍事講明原因 眾軍事早就已經很厭惡打仗了 現在聽到周如善這樣說,又哪有說不擁護之理才行啊! 你一晚,月明星熙,周應正和劉區在中軍帳裡爭議應不應該投降的這件事 周應因為見到漢兵世大取勝無望,就說想投降了 但是劉區呢?他原本就是漢朝的陰犯來的嘛! 現在又協助敏月和大漢為敵 那真是老將未清,又加新債了! 還怎會夠膽再回到漢朝才可以啊! 正爭論不休那時候,忽然間聽到人聲鼎吠的浩國連天! 只見周如善當先闖進來,大聲地說 漢兵世大,請大王黑巷! 因為事發突然,周應和劉區都嚇到語無倫次,口疾疾地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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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為什麼? 那...其實周如善,哪裏是想要周應投降大漢才行啊 是要周應的可是... 他見到周應、劉區根本就沒有說到投降這兩樣子 就借地以大声地说 我和五头红 重将官 你们说 应该怎样处置 周虞善早就安排很小的那些军事 立刻再二口同声地说 杀出去 杀出去 周虞善等三人 就手起刀落 刹刹刹 斩了周影和刘虎 他们两个人头下来 信不信就由得你们了 周影的头被斩到落地之后 忽然间 一股白烟冲天而起 直透云霄 还即时雷鸣电闪 暴雨如柱 不过 只下了一阵 就停回了 或者这就是冤云所致 但 那个大汉使者 就拿着周影 留区的首级 回复黄灰 黄灰就马上将这二人的首级 送给汉武帝 同时还上报了周虞善的功劳 汉武帝收到接报之后 大赞黄灰兵不血印就平息了敏玉的叛乱 真是有杖税之财 想说要掌赏他的 怎么不知有很多人反对 说他有杖赏之罪和 只能够不掌不罚 但是就将韩安国签为如是大夫 另外对于皇妃上咒 加封周虞善为敏玉王一事 中大臣就有不同的意见 有赞成的 有反对的 在大家争拗了一大论之后 汉武帝就说了 周虞善为一己之私利 杀轻夺位 必为奸诈狠毒之人 如果将两月之地封了给他 只恐将来难以制约 只如果不封他为皇 那便会显得 我堂堂大汗小气 我们可以将两月之地 一分为二 只是封冬月给他 使他不止太强盛 承商田份就说了 皇上啊 那敏玉王有谁来继承呢 而不再就说 神以为 敏玉王仍然是由 周氏的后裔周瑶君丑 继任 周瑶君丑乃周映之子 周映既然为周虞善所杀 那么周虞善 同周瑶君丑 自然就有杀父之仇 要他继任敏玉王 就可以使三月之间 互相为敌 就互为祭爪 那么我大汗的南方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汗武帝同意了 于是就传指 封周虞善为东月王 封周瑶君丑 为敏玉王 南月王召胡忠貞可家 特派岩座出示南月 赏赐捐白黄金数千两 南月王召胡 因为自己的国家 弱小被人侵略 天子不单出兵相救 还赏赐了这么多 这么丰厚的奖品 感激到他 跪在岩座的面前大哭 他面白摇拜汉武帝 然后命令自己的子 在英齐跟随盐座一齐 入宫做汉武帝的为侍 以报答汉武帝的大恩大德 至于周虞善 见到天子正封自己为东月王 心虽然不是金脚 但亦都不到得他说 唯有班齐人马 赶赴东欧就任在 再说盐座 他臨赴南月之时 汉武帝忽然醒起 淮南王刘安 一直都是怀有疑至 吩咐盐座 要他顺路擦汉上周 盐座来到淮南 因为刘安心中有鬼 好怕被盐座暗中擦角 他见到盐座这份人贪财好色 日日好酒好送 夜夜美女相伴 盐座这样来财色兼收 一住就住了二十几天 落得逍遥自在 还哪里会去仔细偵查才行 等到离怀之日 刘安又是厚礼相送 所赐之物 足足装了几大车那么多 刘安又相送数十里 狠请盐座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 还说他日弱德大志 定当报答他的大恩大德等等 盐座返到京师 汉母帝念着他奔波新奴 就切宴款待 在酒席之间 汉母帝就问盐座话 怀南王一向怀有意志 不知道外卿这次南巡 有没有查出他有什么不轨的所谓 盐座因为得到了刘安 那他就向汉母帝回咒话了 回闭下 淮南王楼安中军守正敦口朴实 并无点多不轨之心 请皇上放心起了 是这样就最好了 盐座为我大汉忠心耿耿 不辞辛苦 牢牢奔波 两出三月之地 立下汉马功劳 精神实载可嘉 多谢皇上夸掌 为国分忧 乃我们这些做臣子英镇的责任 有何辛劳可言呢 好 外兴高风亮节 可谓众臣楷模 说到这里 汉母帝不知为什么 忽然感叹在人生上来 他说 做人确实是很难的 大有大的难处 小有小的困惑 就好像朕这样 做到皇帝 也都有不尽仁义之事 不知外兴在乡下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不顺心之事 回皇上 臣在乡下的时候 由于手无薄鸡之力 只是被人欺欺 被人看不起 那些人正一是狗眼看人低 实在是可恨 正所谓聪明不过帝王 汉母帝听了严在这样的说法 话头醒美了 他说 既然如此 朕就作声爱卿 为会妻太秀 依敢还乡 借主龙恩 严座连锤起床 多谢了汉母帝 过了几天 就慈别中大臣 赶赴会妻老家上任 严座连锤起床上任 就只剩下他的老乡 朱买臣一个人在京 这个朱买臣 是会妻吾地人士 自小父母相亡 貌不惊人 他是勤学苦毒 家贫如洗 他是空怀大志 不过弊在虽然满腹经论 他是事不我制 官云不通 他的父母在乡下 帮他草了个老婆 他的这个老婆 正一是势利小人来的 姓马 整副马面这样的样子 那对三角眼之下 有个大大的类质 他份人 刁蠻撲拉 开心声说话 都是单单打打的 好像全村人都险他 这样 朱买臣因为家境贫寒 食不饱 着不暖 搞到那位马侍夫人 都要上山斩柴 就落地耕田 偏偏朱买臣 就很喜欢淫师作队 得闲无事做 就对着夫人大事灌输什么 学而优质事 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些诗句 弊就是那位马侍夫人 一个都听不入那里弊 正一是对牛弹琴 这日 马侍夫人回了趟外家 见到乡下的那些姐妹 都嫁了那些有钱人 哇 眼红得不得了 当晚回来之后 就猛烈朱买臣做生意 赚大钱 等自己都威了下来 怎么不知 朱买臣就说了 没办法 为了滴起心肝 做下的生意 一开始 他听人说 猪仔很抢手 他就马上买了猪仔 去到街市那里卖 谁不知那些人 已经不喜欢猪仔 而喜欢羊仔了 等到他买了羊仔来卖的时候 又变成猪仔抢手 羊仔没人抠了 那就是说 搞了大陆 一个灯都赚不到 血本无归 不用审了 相信大家都猜到 朱买臣回到我家 他夫人马仕会 怎么骂了他 但是朱买臣 就很不服气 他不相信 自己的命 真的这么黑仔 他心想 猪仔羊仔都拿去卖 那就实食无痴牙了 各位 究竟朱买臣这一魂 可不可以赚到钱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 书接上一回 话说朱买臣为了稳定起见 就干脆朱仔羊仔一起 拿去卖 心想这一魂 实食无痴牙了吧 于是 他就叫他夫人马仕回外家 借了银两 买了几只猪仔和羊仔 一起拿去街市那里卖 真是说出都不信 一个人衰起上来 就真的行路打倒退 喝水都会吞到牙子 就是这样 只见官方出了一张告示 上面写着 因朱羊仔杀过多 即日起 一律禁止屠宰 这样来 还哪个有人 够敢买朱羊回家 才行 这样就死了 卖又卖不错 留在家 又要找地方 找资料来养它 人都没得吃了 去哪里找那么多资料 来养它们 没办法 想来想去 就唯有剖了它们来吃蟹 朱玛神就惨了 真是吃什么都背脊骨落 马氏夫人天天吃 就天天骂 连祖宗十八代都骂到齐 朱玛神唯有暗瓦底 发誓以后不再做生意 但是马氏夫人 有哪里要走过她才行 叫她一定要做生意 还帮手想计的 不准屠杀 那麵粉肯定会多人买的 快点入多点麵粉 赚钱回来 难道整人困在家里 吐臭吗 那朱玛神呢 朱玛神呢 就唯有死鸡鸡地入了麵粉 去到街市那里卖 谁不知等来等去都没人帮衬 还好死不死 突然间翻行大风 吹起了麵粉 搞得朱玛神周身都是麵粉 整个雪人的样子 朱玛神是扔提扔走的 指着天来骂 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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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都没人信 就在朱玛神 抹大口来骂天的时候 一只烏鸭 鸭 鸭 鸭没飞过 还摸了鸡 踢踢下跌进朱玛神的口里头 朱玛神还烏哀哀 以为天下跌了 倒下来 抵他 回答了几担 哎呀 臭崩崩的滑散神 吵都吵不及 吐到黄胆水都出来了 吐到朱玛神指着她的烏鸭 吐口大骂 你这死烏鸭 见我朱玛神落脖了 就连你都来欺负我一份 实在是太可惡了 你看着来 我朱玛神不会一世腐穿洞的 等我有朝一日农穿逢的时候 我就要杀尽天下的乌鸭 朱玛神被风吹走了面粉 吃了脚屎 没来心机 我唯有带着那袋空袋回家 还要因为他一身雪人的装扮 一路上 惹到整班弟弟跟着他 笑他 拿石头来钉他 但是朱玛神没有你那么多 只是一路淫重着诗经 哼着曲仔 自自在在地回家 就在朱玛神得头得老地走路 忽然间 被人家撞到婴子 他刚才想发作的 看到对方是一个老伯来的 一副先锋道骨的样子 那就无谓跟他争吵这么多 自己就继续走路 但是那位老伯就开声 他说 兄台万行 在下遥涌 普通上述 我看兄台的面相 鼻高厄阔 磕目龙身 当主富贵 但为何会如此六博呢 朱玛神就说 唉 我是命中主供 连条命都保不住 还哪有什么富贵可言 兄台千万不能自我丧志 你年志半百 必做父母官 只不过是兄台的命中 存了一个丧门女为妻 一定要休了他 才可以出人头地 那位老伯说完就飘然而去 朱玛神看着这位遥涌远去的背影 一边走一边心想 这位老伯先锋道骨 一副世外高人这样的样子 我和他又无怨无仇 相信他是不会骗我的 既然他说我是天生富贵命 那天生我才 必有用之是 但是一想到要休了家里那位老虎 那位马氏夫人 又于心不忍 虽然说他把口很臭 骂人就不用择日子 但是他对自己都算是贴心 跟了自己这么久 熬了这么多咸苦 如果说自己真的发了达 就抛弃他 又实在是太过无天壮了 办到我家里 马氏夫人见到朱玛神 一个先都赚不到回来 不得了啦 指着朱玛神跳起来骂 你这死法温朱啊 正一是搭沉船来的 嗨边犯啊 碎边犯 想找多个学着你这么黑的人 都几难啊 哎呀 为什么我全世不收 偏偏如对你这个 这么大家乡才行 我说你这些坏公 从今晚开始 你就分地下 不准上床和老娘我分 等你哪日赚到钱啊 今天哪日才跟我上床啊 当晚 朱玛神 真的卷着张席睡落地 那马氏夫人一个人 躺在张大床那里 越想越不睡了 就骂胡捉蛇晚 一尾埋怨自己嫁错人 骂到口水都干了 都还没曾解恨啊 后来 从干脆拿了文房四部出来 逼着朱玛神 写了封休书来休了自己 说到这里 各位是不是觉得这位马氏夫人 确实是西非利呢 虽然在以前 那个绝对是男权至上的社会 从来只有丈夫休妻而已 何时听说过做妻子的会逼着丈夫来休了自己 再说回朱玛神 自从被妻子马氏夫人休了自己之后 孤身一人就无家可归 衣食无着 不过这样就这么好 反而落得过一身清闲 那就可以专心读书了嘛 这一年的称名 朱玛神探访朋友回来 步行了一百几十里路 真是又累又肚饿又颈壳 身无分文 但是落不了面去乞 正在那男人之时 一阵猛风吹过 又落起毛毛细雨 朱玛神见到有一个石砌的墓缘 刚好可以救一个人进去避雨的 那么就缩了进去 等到停了雨了 正说想再继续赶路的 刚好就见到马氏同一个男人 带着祭品来到这座墓前拜祭 朱玛神就躲避不及了 只好和马氏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 等到拜祭完毕了 正说想离去那时 马氏夫人见到朱玛神 哎呀 饥寒交迫的冻到夹夹震 欲心不忍 那么就将那些拜祭的物品全部留下了 等他二人刚刚离去 朱玛神都不理得什么避忌了 噗声就扑过去 一轮风卷残文过后 再望下马氏夫人 早就已经无影无踪了 朱玛神不禁为自己 堂堂酥微 竟然落薄至此 而伤心落泪 眨一眼 又过了一年 朱玛神这一年 刚刚好五十岁 这么巧 当时的会妻太秀 要派人入京 向朝廷上交收支账簿 听后朝廷的审计 朱玛神很想求得这一趟差事 一来 这趟差事虽然任务很重 不过就有餐饱饭吃 二来听说 同乡好友严助 愿为皇上的侍终 如果能够得到好友 在京都的帮手 那谋回一官半职 未尝不可 好了 朱玛神经过千辛万苦之后 终之来到了京师尚书朝廷 但是等了很多日 都不见法乐 这时 严状刚好奉了皇上的圣誉 出事苦慧南越 还未曾翻 那朱玛神就只能够用心 等起了 等下等 等了个几月 突然听说严座返京 朱玛神炸炸灯灯 中门求见 怎不知门外见到朱玛神 烂身烂细 骯髒骯髒的样子 当他是乞衣 大喝一声 你这死乞衣 胆今来这儿乞死 因为他打死你这儿乌鬼 说完 就举起之棍 兜头吐落 朱玛神那里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刻 只听见一声大喝 停手 正是市中郎炎佐 他见到原来是自己的同乡 自有朱玛神 连续走两步过来 拉住朱玛神的手话 哎呀 朱玛神一见到 炎佐 忍不住百感交加 就露雷中横啊 进到中郎府 大家坐定之后 朱玛神 才将自己的辛酸经历 一一说出来 炎佐立刻命令下人 为朱玛神 拿了一道新衣 新妇 新鞋 新物 过来 正所谓人靠衣装 当作佛靠金装 朱玛神一番疏洗打扮之后 立刻整个不同了 气宇显昂 一副达官贵人这样的派头 这日中午 炎佐又为朱玛神摆宴之风 在酒席之间 朱玛神对炎佐说 还请兄台 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 让朱某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自然不忘言兴的大德 炎佐听了 哈哈大笑那样说 哈哈哈哈 炎帝你基本放心 炎金的皇上 好为是一个开明圣君 求炎若渴 好像炎帝你这样的人才 自有用武之地 暂请炎帝在帝府安身 为兄自有主张 过了几天 炎佐入宫求见汉武帝 当面举战 汉武帝就亲自面试朱玛神 朱玛神平时一得闲就淫私众经 自然对于汉武帝所提的问题 都能够深入浅出 引经据典 滔滔不绝地回答 汉武帝很欣赏朱玛神的渊博学识 即时作声他为钟大夫 同炎佐平起平坐 同朝辅助声上 哼 这就认识那位上士姚雍的批名 谁不知 朱玛神命中注定多灾多难 为官无奈 就因为一宗官司受牵连 避免了钟大夫之职 朱玛神没办法 只能够寄居在汉溪郡 撤于京都的官邸之中 又学回以前的样子 不断地饱瘦白眼 又过了一年多 汉武帝念及朱玛神是一个人才 就叫他代召金马门 随时听从皇上的召唤 这样才结束了一漂泊生涯 朱玛神代召金马门 那时 炎佐已经升任为 悔溪太寿 对好东月王周如线 自此有功于大汉 谁不知 正是被圣上封了做东月王 而周瑶军丑 身无寸功 反而做了敏月大王 心中真是愤愤不平 所以朝廷来自召他入京 他都借头借路不上朝 汉武帝很生气 想为发兵征土 朱玛神就趁机向汉武帝献计话 启品圣上 小小东月弹圆之地 又何须朝廷奴斯远征 微臣怨凭三寸不难之舍 一定会叫他永远清神勒功 心服口服永不反悔 此乃所谓上兵伐谋 汉武帝听了 好欢喜 再加上又听说严座在惠溪为官 日日沉醉于酒色 横征捕脸就民声鼎吠 那汉武帝呢 就将严座调回京师 拜朱玛神为惠溪太秀 因为汉武帝听说过 朱玛神以前的很多曲折故事 那我笑着对他说 外兄 你此番伊錦玛香 名称名归顾你 又尽管看下你的前妻 是怎样对你呢 好了 朱玛神出了皇宫 换回以前那套烂衫烂褲 来到回溪的官府 官府衙埋正在喝酒的 见到是往日寄居在住的朱玛神 并不叫他同喝 朱玛神见到这样的环境 亦都不讲话 只能自己坐下来 自己拿东西吃就拿东西喝 等到酒足饭饱了 他专门露出怀中的仇带 那些牙翼见到 哇 立刻拉出来一看 原来是金印来的 再谎真一点 原来是会妻太秀的观印 众人惊了 连续跪拜謝罪 朱米臣淡然一笑 凌转身佛咒而去 再讲朱米臣 他坐着公车出了京 不舍一日就进入吴景 早就有前哨报给郡城知 说是新任太秀 就是当年被妻逼舍休书的老汉 朱米臣 一时间就全片全城 来到城门 市民早就已经夹道欢迎 那他的前妻马侍 也都在人群里头 他猛地逼下逼 逼到人群的面前 这么巧 被朱米臣见到了 四目相对之下 真是无尽唏嘘 朱米臣就命人 叫了马侍来到自己的面前 马侍还以为朱米臣要杀自己 吓得他猛地跪在底下来求要 但是朱米臣就说 前年劝你不听 今日后悔了 是不是 看人不看长远 吃亏必在眼前 我知错了 求官人念在 我跟了你大半世的份上 重圆老夫老妻了 好吗 朱米臣听了 就命人拿了一盆热水过来 哗声 就倒了落地 然后就罢 米不记得 当初是你逼我休了你的 你现在如果能够将我 刚才倒的那盆洗的水 捅回散落盆那里 那我朱米臣就再存你了 马侍听说 连锤真的用了手来捅 哗 哪里可以捅得起才行 那朱米臣又说了 臭水捅不起 那就是说 我们复不了婚 姑念你我三十载夫妻的情分 又有目前流食之情 可见你良心未敏 现在就留你在锤房煮饭 你丈夫召入衙门当差 都算还回我们往日的情分 那朱米臣实在是一个有恩必报的君子 刚刚上任而已 就请了亲朋好友过来 一起撤烟囚借 此时他很快就欲满乡里的人人称赞 那朱米臣真观上任 必定是有很多事物要处理的 等他处理好之后 已经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 朱米臣就连续搭着随从 至了后礼搭船南下 直入东欧求见周如线 一开始 周如线都是尚且好傲慢的 等过朱米臣借古如今 晓以利害动之以真情之后 周如线也都知道 自己并非大汉的敌手 于是就折战盟勢 永不叛看 还答应连连纳工就碎碎入朝 朱米臣见到周如线 确实是有悔改之心 此以口礼 好言苦慰 然后就返回溪 回周天子 再说汉武帝 他的红财大略 职位之初 就已经想到 要轻利随弊 改顾顶身 灭胡振威 就红巨八方了 就是因为太皇太后 那一班的守旧势力 从中作梗 才没有什么效果 现在 太皇太后已经笨天 朝中守旧势力的大违缩约 民有司马尚愚 东方索等人 没有 有位称 李广等等的大将 真是国力鼎盛 真是国力鼎盛就苦苦盈满 正是对外用武力平定八方的大好时机 各位 那究竟汉武帝有什么红财大略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话说汉武帝认为大汉朝现在 正是国力鼎盛的苦苦充盈 正是对外用武的大好时机 这日汉武帝就声殿了 文武百官就割裂两班 三夫万岁之后 汉武帝就说了 现今我大汉兴国已经有六十几年 国强文父兵征将广 三月两年已经平定 反而是狐疑疯狂 女女犯我边境杀民抢夺 更问狐疑君臣善于 还有问鼎中原的野心 如此祸害何时有期 对于兇奴之事 众外兴今天都要各书己见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文者足戒 唯唯李广就首先出班啟咒 他说 啟咒陛下 前朝文景两帝 对兇奴之所以采用和亲的政策 因为秦楚生灭 连连战乱国弱民窮 暂缓干戈 实在优养生息 最以后发之举 以今 陛下神武 国弱民窮 苦苦苦恩实 谋事如矮 战将如运 已经具备了大举进攻 匈奴之先机 神以为 当对匈奴大举进攻 永绝匈奴对我的威胁 东方索就说 启品陛下 李将军所言有理 不过当务之急 应首先加强边防力量 调遣征兵强将 驻扎索方 北地等军 一面加固城池 一面团职粮草 其余的旗门 建章兵马 都要捕捉战马 配备战车 加紧掩面 只等将千回潮 我们就可以 同大月低 两面夹击匈奴 这个 亦都是皇上的战略 司天官亦都出帮啟就话 他说 皇上 神夜观天象 见紫微星 芒国闪上 象星一一发光 却然移动 而且半夜指示 忽然间有一场星 大如神日 雄光四射 至蒼笼之位 飞入圆墓之地 神以为 此乃大吉之少 陛下应该 顺天应随 更改年号 出兵激狐 汉武帝 又望了眼东方说话 东方外兄 以为如何 回品陛下 神以为 司天官所见 与微神相同 神亦都以为 当改年号为上 恩 朕 昨晚也见过 天象 想不到 居然是 长少 既然要更改年号 那应该改年号 那应该改年号 那应该改改年号 刀话吉祥 汉武帝 又很欢喜 他说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以为原光元年 照指天下 并命所有官民 一律齋戒三日 以至上天赏赏 此百姓每人 捐白葛一匹 长子智爵一级 再令各郡 举孝廉一人 入朝代作 再摘吉日良臣 甚至亲自到郊外 拜祭五帝 一应物件 均由成相田份调道 汉武帝说到此 就望了众大臣话 众外兄 如果没有其他事 就退朝 但是岩座出班话 啟稟陛下 主上如果想出击兇奴 更应该要巩固后方 穩定皇后之心 吾楚七国叛乱之时 皇位已经削奪 为今主上 应该恢复七国子孙皇位 以示恩寵 监外兄 吾楚七国子孙 现在可有意志 汇皇上 并无意志 既然如此 可以准奏班兆 好 今天众外兄 既然都共同贊成消灭兇奴 按照此谋略 做好准备 李廣 李廣 情不识聘兵 情不识聘兵 神在 明惠惠李廣 为晓忌将军 铸守云忠 明忠惠情不识 为赤忌将军 团珠暗门 各自整備边墓 加固城墙 抗建仓柱 已被团職糧草 其他一应朝政 当以此为众 白阿灵 忠大臣借恩而退 再讲 雁门关马音 有一位奴伯 叫做聂一 他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略有田产 儿子已娶老婆 日子虽然过得 一并不算富裕 但亦都是粗茶淡饭 可以填饱个土 最难得的 是齐齐共享天伦之乐 怎知 天有不测之风云 突然间大祸降临 这一日 聂一和对子女一起出去耕田 等个就快中午的时分 只听见村中人哭马西 龙烟冲天 糟了 他立刻赶回家 原来是兇奴又是来抢掠 一个满面糊涂的湖兵 抢走了他媳妇怀中的孙儿子 扔了入龙烟之中 他的媳妇就哭着跑过去 想抢回自己的儿子 他就像这样 但是就被那些胡兵一手拉过来 啥啥啥啥 就几下扯爛了他的衣服 按在地上 光天花日之下 就强行奸污了他 聂一和他儿子 急时赶回来一会儿 刚好见到那些胡兵爬起身 穿好衣服 如此凄惨的情景 大饭血性男儿 还谁能忍得住 聂一父子一起拿着木棍 跑过去和胡兵拼命 正在这时 又有一队胡兵跑过来 不由分说 一刀斩死了个儿子 聂一也受伤倒地 眼白白看着自己的女儿 又被游轮 痛苦到聂一 大喊一声 就暈了过去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柴房已经化成灰准了 自己的儿子 女儿 媳妇和孙儿子四个人 早就已经变成冤鬼了 她的老婆 披头散发 看着自己在那儿傻笑 好地地的一个农家 突然间 就剩下两个老人家了 聂一不想偷生了 她一手拿过把刀就要自尽 她老婆就哭着制止着她 聂一这样才停手 从此之后 这对老夫妇对于兇奴 真是恨之入骨 發誓要为亲人报仇 但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爸 有什么本事呢 这一天 情不息的道队来到村中 她要村民加强防备 支持朝廷灭湖 中村民知道 朝廷和兇奴拒绝和亲 一时间人人勇奴参军 个个欢呼万岁 聂一知道消息之后 自然就万分欢喜 她要与六十之区入五当兵 杀敌报仇 怎料部队上头 见到聂一连外看约 不准她入五 聂一就没办法了 只好回家 但是日思夜想要报仇说行之计 聂一就忽发奇想 为什么不如此如此呢 只要能报到月海深寿 那自己的老命没了又何足色啊 她老婆听完她计谋之后 亦都觉得可行 于是就依计而行 那聂一呢 在家里摘齐些东西 避齐干凉 那便孤身一人 向着兇奴境内进发 那些兇奴兵捉住了她 那她就说 是有机密大事要见善于 那些哨兵呢 就只能够押着聂一去见善于 善于就问她 你有什么事啊 快点说 聂一就不慌不亡地说 我个儿子聂果 本为马一远城 只因远令赵姬要偷襲兇奴 将功腰上 我个儿子怕偷襲不成 犯受损失 今天极力劝阻 言语相撞之下 遭击冒险我个儿子是汉奸 将我个儿子苦打成招 哈哈欲问罪 秋后就要问斩了 老佑我今天求见善于 如果善于肯起兵 老佑愿为来应 献出马一全城 城中现在 善量堆积如山 都是为了攻击善于 你所准备的 如果善于可以得到 马一的全部良草 那就可以断了 汉兵的喉咙 使他不可以出兵了嘛 城破之日 单求善于放回我儿子 那我全家 都很为善于你效力的 善于 你就是我全家的再生父母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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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老狗 以为我善于好厄 是吗 人类 拉他出去 斩成欲章 那聂一呢 早就将生死至诸道外 他一点都不怕下 哈哈 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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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他一边行 还一边主动走出障外 善于见到这样的环境 我喝着玩 老狗扯慢 你就要死在我兇奴境内了 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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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死在湖地 深深情愿 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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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你不要見怪,此非小事,本善於百搭不放,請老伯在我兇奴暫且歇息,明日再世世相宜。 然後,他轉身對衛士說,還不快款待這位老伯,要用上好的美酒肥羊。 等烈一出天庭,善於急急召集上國聯迪家木以及左右大當戶等來商議,聯迪家木就說, 老伯之言不可相信,萬一有詐,後果不堪設上。 善於就說,老伯之言不似有詐,剛才本座已經試過了。 左大當戶越低就說,為防萬一,可令老翁先斬院令,然後再攻城都未遲。 善於就真是跟聶一約好日子,還叫他先行歸漢,胡兵隨後就到了。 聶一見到善於上當,連隨告辭了善於,高高興興地直入雁門。 此時,情不識已經調為雁門關的泰秀。 情不識乃老練持重之將領。 他得到了聶一的密報,未敢輕舉妄動著。 他一面飛馬上奏漢武帝,一面命令馬一縣,叫趙基配合聶一,先斬死仇,取信與善於。 聶一離開湖地無奈,兇奴就真是醫藥來跟聶一聯絡。 聶一帶著兇奴的兵馬,趁著夜色,在馬入城外等候。 等到半夜,只見城頭的火把兜了三個圈。 聶一拿著一個人的人頭從城門倒下來。 聶一拿著兇奴兵馬,見到是一個人頭,就當正是院令人頭。 帶著這個人頭和聶一一起,趕回去奏明善於。 善於,這樣才深信不疑,遇並起兵。 花開兩朵,就各表一枝。 話說時間好快就到了元光二年,春暖花開之日。 漢武帝帶領著民武群臣,前夫後勇地來到郊外, 帶祭天地以及青、黃、赤、白、黑、皇帝。 一路上,萬子千號的青山碧水的大好河山。 使漢武帝回到皇宮之後,還是心亢神義,心潮不平。 只在他回眉著大好春光之時, 他接到情不識的急報。 漢武帝看完之後,哈哈大笑地說, 哈哈哈哈,是時候消滅兇奴了。 如是大夫韓安國就說, 算上,一個農夫之言, 兇奴又怎會這麼相信呢? 如果要消滅兇奴, 還是令謀大計為上啊。 那大行令王妃呢? 因為前幾年平定月圓的時候, 假傳天子召書,沒有機會扎職啊。 這一次他又好想再立新功啊。 於是他就說, 啟稟聖上, 此為千載難逢之機, 另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如果硬是苦而胡守, 那滅胡大業,何時才可以完成啊? 其實說到尾, 徹底消滅兇奴, 正是漢武帝的既定方針來的。 這次有了這樣的機會, 又怎願意輕易放過呢? 於是, 他就決定立刻起兵。 又覺得大行令王妃自勇相傳, 很熟悉兇奴的情況。 前年平定敏玉的時候, 美語提拔, 這一次就再給一次機會他, 亦都可以等他升官啊。 於是, 就命令王妃為帳團將軍, 李廣為曉記將軍, 龔宣賀為輕居將軍, 太宗大夫李昔為財官將軍, 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總領全軍三十多人馬, 在馬入山谷之中埋伏, 殲滅兇奴。 好了, 韓武帝分怕已定, 忽然間又想起, 慧子夫的弟弟慧青, 現在仍然是建章監, 他有心要慧青建功立業, 才可以提起他。 於是, 就命令慧青, 跟隨王妃為副將, 一起出征, 一邊, 班召天下, 暫打扮皇家宗室之女, 佩於善於為妻, 又厚似錦白金錢, 已買其心。 然而, 無懶善於對我大漢, 仍傲慢無禮, 不斷騷擾邊境, 致使萬民哀嚎, 暫心憐憫, 決心消滅兇奴, 救我大漢生靈, 今職舉兵攻擊, 特朝告天下, 使萬民得知。 再講善於, 他得到聶一帶回來的, 以為是婉令人頭之後, 真是深信不疑, 馬上命令右承相鐵木猛為前將軍, 謀士張渠為軍師, 左大當戶為後將軍, 自己與丞相聯敵家木, 親自率領十萬大軍居宗, 浩浩蕩蕩地殺兵馬一而來。 各位, 兇奴大軍殺到, 那馬一城中的漢軍又如何營敵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